9月24日至26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访问重庆 这是她就任特首后 首次访问重庆 也是她第二次来重庆 时隔42年再次来到重庆 林郑月娥感叹山城发展巨变 站在长江南岸 远眺对面的朝天门码头 林郑月娥会想起 42年前大学暑假来重庆的经历 当年她坐船通过长江三峡到武汉 曾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过船 她在重庆逗留期间 还去过红颜村 品尝过重庆友人家做的饺子 时隔42年 林郑月娥再次来到重庆 当她站在观景平台 看对面高楼林立 和灯火通明的鱼中半岛 她感叹山城的发展巨变 我是首次以行政长官的身份 也是可以说是首次以官方的身份 来访问重庆 但是当然过去很久以前 我是来过重庆的 但是这个比较真的很强烈 我以前来自42年以前 所以现在看到重庆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城市是充满活力的 林郑月娥说 重庆是一座山城 香港岛也是山城 两地都是高低起伏的地势 和层层叠叠的房子 重庆与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让她感到很亲切 我感觉很亲切 因为这个重庆是一个山城 香港岛也是一个山城的地方 所以我们很习惯一些 这个房子是一层一层的上去 也很习惯这个马路平的不多的 所以来到重庆 首先是有一份很亲切的感觉 林郑月娥参访重庆的其中一站 是观看重庆的夜景 当她站在重庆江北嘴 和南岸区淡子时光场 看到夜晚下灯火通明 星光璀璨的鱼中半岛 以及两江邮轮亮起的绚丽灯光 她称赞重庆的夜景 和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一样美 林郑月娥说 重庆有山有水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同时她还赞叹重庆 不仅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而且还是一座非常有品质 有品味的城市 重庆的发展真的速度很快 那么另外我的感觉是 重庆是一个非常有品质的城市 也是一个很有品味的城市 它的品质就是 它的这个趣味的优势很强 这个也跟香港差不多 香港也是享有这个地理的优势 近年来 重庆大力发展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林郑月娥参观 重庆李家智慧公园后表示 香港和重庆在科技创新 科技应用方面 有很好的合作空间 香港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 生命科学领域 有很强的基础研究能力 此外 香港高校云集 与港在基础研究 和科技应用领域的合作 大有可为 在科技应用方面 也是有很好的合作的空间 因为我今天也看了 这个智慧的城市的建设 那么香港在人工智能 在大数据 在生命科学方面 我们都有很强的基础研究